哈哈哈 你看 第四单元呢 我现在就是假设说我现在学所有的去背工具 我都学不来 那很麻烦 我想要很单纯的去背就好 你只要用橡皮擦就可以的 好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嘞 先复制这个画面一次 ctrl j 没有走啊 按一下 我刚刚有按 可以好 我现在重新来过 好 第一个步骤 我按一下Ctrl加J 复制一次出来 第二个步骤 再回到背景 新增空白涂层 我要在这一层填入 这个画面没有的颜色 那么刚好 这个没有蓝色 所以我就用刚刚这个蓝色 那快速键 Auto加Delete 它就可以填进去了 如果我不会按快速键 你就按编辑 填满前景色这样 然后填入 Auto加Delete 一样啊 没有啊 我现在这样按它没有显示出来 接着填这样的用意是什么 等一下我在这一层上面 擦拭的时候呢 才会露出这个颜色 不然就跟背景一模一样啊 所以你就看不出来你擦哪里的 那如果是背景关掉呢 你看到的是灰白相间的格子 会越看眼越滑 好那记得哦 你这个填完也会要跳回图层一 好所以呢 第三个步骤是新增 第二个步骤新增空白图层 第三个步骤填入 选一个颜色 第四个步骤填入颜色 第五个步骤呢 跳到原来复制的图层一 这边来 好第六个步骤 选择橡皮擦 橡皮擦的控制 请你注意哦 选择硬度100的橡皮擦 橡皮擦的大小呢 尽量偏大 好用点的 或者是短暂拖翼的方式来 把多余的面积先稍微擦掉 所以这个过程大概 占不到30秒的时间 快速的擦掉不要的地方 好其他地方不要太在意 那过程你可以稍微控制 你所需要的大小 好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好接下来第七个步骤 好第八个步骤 第八个步骤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细部修改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先放大画面 尽量的放大 尽量的放大 然后来把你的笔头的笔刷偏很小 这样子 小到你方便擦拭 那擦拭的时候有个原则 你在点选的时候 这一颗线段这边 看起来是不是像直线 所以你就是把握像直线的地方擦 好第一点 在这地方当起点 第一点点下去 对不对 按住shift的键 来到最后想要结尾 还没转弯处 这样他就会擦过来了 这时候不要放开shift的键 继续的挪动去擦 比较短 因为这边开始弯曲了 所以你就尽量不要太长 你就可以这样接续的擦 有没有 那擦这样的意思是什么 就像在擦一个翻过桥 有没有 这样子慢慢的把它擦拭完成 那我现在示范的部分就是在内圈的部分 好擦拭完成 当然这边总是会有一些地方遗漏或者擦不干净 没关系先不管 先把你的大致需要先擦完 好擦到这边结束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擦完 最后回过头来再开始检查 这时候呢有两个地方要做 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大范围 可以重新把笔头调大 然后呢大约的擦掉 这时候是不是干净了 好接下来的小范围 笔头要缩更小 画面要放更大 重新去修改 比方这有一些锐角的地方 是刚刚没擦干净的 你可以考虑直接用橡皮擦 重新再修 有没有 那你也可以配合多边形套索 那我们这边完全就是只用橡皮擦 所以我就不多讲 这样子重新修改一下 把多余还是没有擦干净的 重新修一下 比方刚刚这个地方没擦干净 重新修补一下 所以你只要会用点第一点 然后加shift的键点第二点 这样你就可以慢慢修改完成了 你可以来回修 有没有 修到你满意为止 那中途万一有修不好勒 请你用步骤记录还原就好了 不要一直埋头坐下去哦 这样你一定可以把握 把最后整个照片修得非常好 了解哈 好